ChineseFN.com 中文投资网一个赚钱的网站 ChineseFN.com 一个赚钱的网站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美股富豪节目 今天我是老师出差 然后听说星期五回来 但是赶得上赶不上节目不知道 那么咱们就预计 今天开始到星期五 我跟博恩老师我们两个人 一起跟大家分析盘面 现在的话还是老节奏 博恩老师介绍一下今天盘面 以前都是博恩老师在串这个场 所以我这第一次 我这还是处女秀 所以不太熟悉 那么听完录音回来之后 我们还是让博恩老师 给咱们介绍一下 今天波澜壮阔的盘面 大家好我是中文投资网的分析师Will 今天由我来为大家做一下本日的美股收盘 这样一个总结 首先我们还是来看一下今天这个行情 今天这个行情在盘中的时候 其实波动是非常的剧烈的 本来是在早盘以后 大盘就开始出现单边上扬的这么一个情况 三大指数一起往上走 而且是越走越高 像标普的话盘中直接是触到了2490点 这也是近期的一个比较高的点位 我在盘中的一度以为今天这个收 今天这个大盘呢 将以一个比较大幅度收涨突破的这么一个行情告终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啊 在盘中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另外一条消息影响了这个大盘的走势 就是特朗普的突然在这个盘中的时候 他有一条发言 像朝鲜的表示 如果说朝鲜再不收连眼的话 可能要对朝鲜动武 并且他用到的说要埋葬你们这样的一个语气非常强烈的一种说法 这样的一个强硬的表态 让市场这个担忧一下就上升了 在那一在那一个发言发出以后 整个标普道指 纳斯达克的三大指数全部开始下缩 标普的是一路跌到了2470点 后面呢才有一点点的这个小幅度的反弹 然后纳斯呢则是基本上是直接失守了6400美元这个整数关口 道指呢也是直接就终止了九连羊的这么一个进程 没有能够实现十连羊 因此说可以看到川普的这一句话 对整个市场的撼动性是比较大 现在整个市场呢是处在一个高位运行的这么一个阶段里面 而且呢目前的板块轮动走得非常激烈 我自己呢用这个数据统计的方式 就是在过去的三个月里面看了一下 这个哎这个美股这边有十个板块 这十个板块里头到底是哪个板块涨的比较多 结果数下来一圈发现 并没有说哪个板块表现的特别优秀 而且十个板块的这个涨涨跌呀并不是有明确的一个秩序的 或者说有明确的一个顺序波动的 而是随机的哪个板块 好了哪个板块上涨就就跟我们平时的小朋友玩打地鼠一样 就现在呢这个板块轮动就跟这个打地鼠呢有点类似的地方 这样的话就给我们的这个操作呀带来了比较大的困难 这个这个时候呢就是呃我需要我们自己呢就是要需要找到一个明确的一个操作的方式 我自己的话呢是风格是比较偏向于保守 而且呢是比较喜欢巴菲特这样的投资类型 现在的话我这次的目前的选股呢 主要是从这个根据巴菲特的这样一个要求 从估值就是说估算一下股票价值这个角度来考虑 因此的话我就去找这个感觉计算上的价值比较低的这个板块 还真有目前的话在之前走的不太好的板块里头 我自己选到了有个光鲜板块 另外另外呢则是有一部分这个晶片板块的走的比较落后的股票 这个呢这两个板块呢成了我比较关注这个终点 像光鲜板块的话大家都知道 现在这个智能手机啊 苹果这个智能设备啊越来越多 它包括这些信息的传输啊 现在呢是以光鲜传输速度和效率为最快和最高的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光鲜的需求在未来的长时间的这个预期里头呢 可以见到它是会逐渐上升的 这个呢是我选中光鲜板块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且呢光鲜板块里头有很多这个比较大型的股票 包括像这个我们熟知的像康宁代码是GLW 还有像这个其他的一部分 像AOI这样的这样的公司呢 他们都是做在做这个光鲜板块 而且呢在过去的这个股价里头 表现的都非常不错 我自己呢正好也选中一只 之后的话我预计呢这只股票也能有大概百分之 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这个涨幅吧 也是希望它能够尽快的实现这样的一个上涨的目标 另外的话在这个智能家居智能的这个板块里头 这个呢可以说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智能板块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这 包括目前的做晶片的像 NVDA像AMD 他们都有比较不错的一个涨幅 甚至说连之前走势比较疲软的这个晶片股的老大 英特尔呢最近呢也开始逐渐的开始有复苏了 这样的话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入手的机会 现在的话我觉得从价值的角度上讲 大股票的价值呢已经逐渐被挖掘的差不多了 真正的价值啊是留在一些中盘和小盘的股票里头 在最近啊我跟周恩投资网这个美股网后 桌平台上的客户进行交流的时候 还还在讨论这个事情 就是现在的这个操作策略应当是选择一个相对的价值挖地 而不是去去不停的去追高 这样的话呢是比较平和的 或者说比较有把握的一种操作 甚至呢我们有的这个最新的这个至尊会员啊 就是可以跟飞行师一起见面的这个会员 我们在当面讨论的时候也会提及到这个问题 就是真正的价值现在的价值在哪里 其实现在的价值的话 从绝对价值的角度上讲的话 其实几乎找不到什么价值 因为标普的这个PE已经高估很多了 但是相对上来讲总是能够找到这个价值的存在 所以说呢我我自己我自己呢打算之后呢 继续会为大家呢去寻找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估值偏低的股票 来为大家争取最高的一个获利获利的利润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是标普的期指图 期货今天是创下了一个新高 大那个标普呢今天也创了一个新高 但是你说怎么就这么巧呢 打到这个地方就开始捧蹭一下乡下回落 其实刚才你已经给我答案了 川普会看图 哈哈哈哈 今天这个这个大盘特别的特别的稳定 早盘的时候呢 他突破承接着昨天的这个走高 虽然是略微的低开 但是整体是向上拉升的 早盘的这个走势多强劲呢 早盘三大指数 涨的那个让人欣慰啊 结果打到这个点的时候 今天早盘的时候呢 我昨天昨天账户里有UXY 嗯 我们画一下打开这个UXY 昨天呢我就把UXY的止损设置在了29块钱 因为昨天迟迟的就是 这是今天这是昨天 昨天啊就一直在这个地方横住 就是不动就是不动 我呢就对UXY感觉还是有机会 后来到尾盘的时候啪啪啪啪啪往下卸 但是没有跌破29 因为我设置的单子呢 都是good tail cancel GTC 就是我不撤销的 他就一直在 我也给忘了这个事了 今天早盘的时候呢 啪啪啪啪两下漏到这个地方了 然后这个 早盘给执损了 对 然后单子29块钱就被止损掉了 止损掉以后 我想算了吧 大盘长那么好 止损就止损了 然后后来呢就到了这个 呃 但是我有点害怕 嗯 因为标普顶上到那个阻力上线边了 这个在昨天收盘的时候 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 呃标普到了那个阻力上线边 很有可能会遇足回落 这个 这个阻力啊 在近期的这一段时间 他已经是非常非常强劲了 嗯 就是这个高点 一二三四 就在这个地方 又到这个地方 那我确实挺害怕的 因为我今天数了一下 我一共有五只多仓 嗯 五个多头 而且呢全是全重类型的股票 对 嗯 嗯 如果大盘出现点意外的话 我就比较紧张 所以我就挺惦记着 UXY想给他买回来的 后来突然到了盘中的这块时间 这条紫色的线就是标普的线 对 在这一块 你看这个大盘蹭蹭往上涨 然后UXY呢在这地方不动了 我就有点懵了 然后呢 从这个小视线的形态上来看 小视线正好做了一个双底啊 嗯 整个这个双底相当的明显 一下 两下 然后蹭蹭一下就开始反弹 但是这个是后续 呃我是在 你就在第一波冲的时候开 第一波 然后回踩 第二我在这个地方冲的 第二波 是吗 在这这一块 还正好好像在个高点上 在这28块4附近的时候 29块4附近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进去了 进去以后先下回调之后呢 震荡向行 突然到了这个点 就不行了 实际上就开始大幅度走高 那我也要感谢川普 所以说川普可能会看图 一看标普 达到了足利点位 我差不多该说话了 然后 呃今天川普 其实讲话讲的还挺潇洒的 在挺无奈的那个讲话 他就这个样 就这样 底下都是记者 嗯 朝鲜呐 你再开玩笑 别再威胁我了 要不然就弄你 就这样 这意思就是感觉 我要放导弹什么的 还用了一个词就是 the world never seen 就是这个世界上 从前所没从来没见过的 那意思就是半小时之内 要被评论的意思 嗯 说完这个话以后 整个大盘 就掉了 啊 然后就就成了 导致UXY突然的一个大涨 我也没卖 因为我觉得大盘的这个点名呢 还是提 反正提高一下注意 提高一下注意 这么这么高的一个位置 出现了一个高位的预阻回落 你说 很难呢 因为毕竟是高点 所以我的预期呢 是他能不能向下回到这个地方 就类似于前期这样的走势 嗯 我们走着看吧 嗯 走走看 对 总而言之今天就呈现 我个人感觉 就是假突破的一个状态 然后再加上川普总统会看图 哈哈哈哈哈哈 在四小时钟上就是一个 这种 这叫什么什么墓碑线啊 或者说是还不像川头破脚 但是在日线图上比较明显 啊 常上影 把昨天的阳线 通通吃掉 然后呢 常射击之星 在历史高位呢 这个大幅度的一个震点 到上涨15点 下跌20点吧 差不多 总体上的这么一个波动幅度 所以说呢 明天呢 能够改变这种图形呢 我刚刚跟不让老师 我们两个人还说 能够改变这种图形 或者短期走势看法呢 只有明天拉大阳线 把今天的2490这个突破 才能够把短期的这种走势给平复掉 那么加上前面 这个不让老师画这个箱形整理 再加上这个今天假突破破位线 除非走出这种图形 如果走不出来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宣告这个图形的最终选择 就是向上假突破 最后呢 向下呢 真调整 这么一个节奏 如果大盘还是选择一次性回调到位的话 那这个我觉得还在涨 嗯 我感觉还在涨 2017年上半年市场已经涨了非常多了 嗯 这个基金的回报率啊等等的都已经太高太高 这是往期好几年的一个总和 嗯 2017年下半年市场可以稍作修缓一下 但是我感觉跌也不会大跌 这个这条支撑为线的话就是差不多了 我感觉是这个样子 如果真的跌破这条支撑的话 那就至少有一个空头信号吧 就开始有点明显了 如果你画了这个下面那个线2420点 今天我们的盘中20 20天均线吧 大概就在2400 2417点还是2421点 大概的20千均线好像是 20千标普的 嗯 那2466 嗯 我用的那是 那就是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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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55均线 这个位置基本 如果这个位置能挺住的话呢 可能像您所说的还能再走一走 但是如果这个位置 但是预计到这个位置也会即便向下 也会到这个位置在反弹之后再向下 嗯 然后 拿55天均线作为一个日线级别的吧 然后2400天可能就是周期 2410点吧 10几点 是周线级别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呢 2440到2400之间的这个带 尽量的 嗯 如果想坚持多头的话 尽量要保持住 嗯 嗯 诗盘 我们诗盘交易今天 Jayson老师还是第一名 沃尔老师第二 嗯 啊 完了以后我是第一个周的第一 哈哈哈 这个美股富豪现在好像要变成一个 反思类的结果 反思的结果 哈哈哈 这个 沃尔老师每天都在反思啊 啊 那我也反思一下 哈哈哈 我们的这个第一周赚的挺不错的 然后呢 6%后来呢 呃 就掉下来了 掉到3% 2% 但是就就没动 掉在这个地方就横在这个地方没动 这就证明呢 这几个周账户就是没有一个增长性 嗯 嗯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啊 因为我现在的操作策略是 呃 1万块钱的仓位 我也可能会用融资 就是买不同的股票 嗯 把这个摊子都分开 因为我不喜欢重仓一只股 我不太喜欢重仓 我就是给分开 因为我呢是我是炒 我觉得前两天 像温如老师这个定位 给每个人定的挺好的 嗯 他是垃圾股的股票 嗯 你是这个找底部形态的股票 像你找底部形态的股票 你自然想要去一点一点的弄它 一点一点追踪它 对 那我是想做momentum的 做这种短期的动能的 嗯 当这个动能出来的时候呢 一个股票有的时候有动能 有的时候大部分时间它没有动能 嗯 所以呢我就需要去选择很多的股票 然后一直去盯着它们 哎 哪股票感觉有动能的时候 再进去入场 所以我会买很多的股票 嗯 我现在也在考虑我这个方法到底对不对 因为呢 我选择完这些股票以后 其实有个最好的例子 就前两天 我看中概股 我觉得阿里巴巴默默 尤其是这个默默和微博 还有这个新浪啊 我看哪个我都觉得要涨 嗯 但是我不敢买 因为它们的位置太高 在这么强势的位置下 我找不到止损 我这个做这个试盘呢 我把止损看的是第一个重要的 我找不到止损 所以我就没有开仓这些点 但是ZTO呢 它在这个一条强制撑上面 嗯 我觉得如果稍下 往下跌破这么一点的话 我就该止损 结果我就买了ZTO 所有中概股 他就破了 所有中概股都在涨 只有这个ZTO再往下跌 所以我就马上就止损了 我这样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根本就不会亏钱 对 我就是 所以你想让我这个 我这样的操作呢 亏钱是不可能的 因为到了一点 啪就给止损掉了 然后盈利的那个其他的股票呢 可以覆盖住它 但是也有个问题就是 这个盈利就涨不起来 对 当一个大盘在强势的过程当中 这些牛股 可能在牛的基础上继续牛 那这些股票已经弱了 到底还怎么办 所以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如果想让账户有一个大幅的盈利性的话 我是不是要改变一些策略 所以我还在想 但是我还没有想明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自己的体会吧 我自己的体会 为什么到最最终的时候 我会选择我的这种投资方式 就是周线 周线或者说是日线 是一个大底部形态 然后已经走出了一个上涨向的平台 然后我在启动点 或者说提前布局 然后逐渐的加仓这种感觉 就是在交易过程当中 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原则 自己的原则 你像阿里巴巴我也买过 但是我阿里巴巴是一百零 一百零四块左右的时候买的 买完就像你的心态一样 稍微一抖动 然后我就平掉 可能亏了一块钱 我忘了 稍微一抖动我就平掉了 那现在一看 一百五一百六了 那你就没有后悔这一说 所以总体来说 我就尽量的还是底部形态 就像我曾经跟大伙一块带着弄京东似的 买完之后涨一点 我减点仓 涨一点我减点仓 最后可能就留着利润仓在里面 如果能守到现在的话 可能回报也不错 是 所以我更愿意在这种安全的前提下 去做这个事 但是我一旦认为 它确确实实一个底部形态了 那我可能就逐渐加码 越加越重的这种感觉 然后先拿一波大利润 然后把成本拿出来 让利润去奔跑 是这么一种感觉 所以 所以这是我 你那种心态 我也有经历 我前两天 阿里巴巴的斗 就是你这种心态 然后我这样 我这种状态吧 还不是说 其实我也知道 有可能强势的过程中 还能继续走高 但是我不喜欢这样的 我还是一个不喜欢 我就喜欢选择这么多股票 就进去一会就出来 我就喜欢这样的 反正我也没办法在操作上 可能我还这个 这个 精力还比较充沛点 你们老年人可能有些来不了 这种快节奏 只能打太极 只能打太极 然后这个交易心态上面 那我最近看 也看大家在底下留言 YouTube上留言 说这个 包括郭尔老师 也说年轻人 都怎么回事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交易心态上 我们该怎么操作 还是怎么操作 包括我 包括Will 其实这个 像这种石盘操作 像这种 就是股票账号大起大落 这经历过非常多 他不会因为 去公布给大家看了 就对自己产生一定的压力 压力肯定是有 就是 不要和其他老师拉的太远 这个是压力 对 不要和其他老师拉的太远 然后你说真正对于下单的压力 没有什么压力 那个我也破过产 因为我以前上学的时候 我打两份狗 我从上学期间开始 然后呢 我一个月我最差的时候 我也能赚三千块钱 好的时候就是四千块钱 所以我上学期间的时候 我的盈利还是非常好的 我是送外卖 在洛杉矶送外卖 就很赚钱 你们都见过他了 我在Torrens那家饭店 我在那饭店干三年 就一晚上的话 就是出去一趟的话 就是好几张四五张单子走 其实我非常赚钱 那我当时炒股票的时候 我就赚来的钱 每个月 趴全往股票放 就是赚一点以后 我因为股票都被套在那个地方 套在那个地方以后 我为什么有的时候 我把止损看得这么重要 那个时候就是 我天天看着这个股票 大哥抬头吧 管他吧 就天天就盯着这个线 你会发现他就是不走 我时间长了 然后我就知道这个股票 又出现这种形态 又是要往下跌了 所以我的止损跑得特别快 所以那个时候赚钱就放 赚钱就放 到最后最严重的时候 就是我不但一分钱没有 我信用卡还欠了一万 这个时候 要感谢一下这个美国的信用卡体制 它是欠一万块钱 你欠的这个钱 给你的信用卡合度的 18个月之内 或者12个月之内 你不用还利息 每个月只还那个minimum的配件 所以我就欠了一万多块钱 每个月还个二三十 每个月还个二三十 然后这个卡快到期的时候 搬一张新卡 完了那边赚的工资 他打到这个信用卡 他再花那个信用卡 所以那个时候 你要说那个时候有压力 那个时候才是有压力的 赚的钱都没有 我能提后 所以这个都无所谓 我只要把止损设置好 到现在为止 亏损已经没有问题 接下来就是 怎么去追赶这两个人 他们现在还行 跑的没有太远 还有机会 但是你们不用钱慢慢的 今天我也在这跟 Jayson老师分享这个FCX FCX确实厉害 这个我也觉得要继续往上涨 因为要跌的话 这个早就跌了 涨了10%还没有下跌 所以接下来就是看Jayson老师 如果大盘真的要下跌的话 你怎么处理你的这个FCX仓位 看还是看图形吧 还是看图形 目前的今天的大盘 原来预计他今天是要这么走 想向上试探一下15块 然后向下做下影线 把昨天的低点破掉 预计是这么走 但是今天配在大盘的这种背景下 他走出了阴线 但是没有刷下影线 总体的这个波动幅度 在这个意料之中 在意料之中 那现在对于他来说 考验他的时候就到了 原来上周我预计 是说明天 这个周三左右 会有一个拉抬行情 会有一个拉抬行情 那么今天的话 期货同到现在为止 还是一个突破型的上涨行情 那么压力在3块钱附近 现在是2块9毛4左右 那反观这个FCX的话 目前还是一个整理形态 那么主要就看明天 看明天后天 这两天对于FCX的影响 我预计这周应该是向上涨的 所以说还是在盘中看走势做决定 但是从今天的盘中来说 早盘拉抬了一波 拉抬到14块8毛5 昨天的高点 那么这一波拉抬 在最近的5个交易日当中 这一波拉抬是最轻松的 以前的拉抬都是涨一下 然后抖动 涨一下抖动 每天的这种上涨行情都是这样 那今天这一波上涨 一路阳线 而且没有放过大的成交量 一路阳线拉上去 然后这个塑量的回调 那回调之后 在今天的大盘下跌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向下沙跌的过程 那总体上来说 这个沙跌的到尾盘 我们看有一定的成交量出现 所以我还是要关注 明天这个具体的一个盘式走向 我还是持比较 既然我获利了我就有这个就有挥霍的空间 所以就是心态比较的稳一点 比较稳一点 另外在实际仓位当中 我实际上还是有SRTY的 只不过一直没有喊单 一直没有喊单 所以在实际葬户当中 我对冲的也是效果还是不错 你现在把你的盈利拿出来个零头去挥霍一下 就可以了 你放心 大胆点行 你是不是怕跑得太快 我们赶不上了 我是 因为木秀玉林封闭催直 所以我一想 千万不能把我拍在沙滩 我是忍一忍吧 确实是FCX是厉害 盘后迪士尼公布了业绩 迪士尼下跌呢 不是什么重点 这个Netflix下跌 这个是重点 Netflix太惨了 盘后迪士尼怕他一下 业绩不好下来 结果把Netflix下下来了 因为迪士尼要做原创 那对Netflix说影响特别大 前两天Netflix收购了 这个第一家自己上市以来的第一家这个连环漫画的一家公司 就是想要做原创内容 看来Netflix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原创 然后今天特斯拉 这真是真是厉害 大凡这个样的 他也受点影响 涨了3% 还是这样 所以这个趋势没有办法 包括贝尔奥克曼重仓 这个ADP 其实也是对 无人驾驶方面 很有兴趣 其实无人驾驶这个概念被大家 最近已经都炒烂了 人工智能等等等等的 接下来我比较关注的是移动支付方面 移动支付 那大家欢迎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和我们这个客户代表联系 对 然后另外我们现在有这个至尊会员服务 至尊会员服务 是吗 我怎么还不知道 至尊会员服务 很多事我都是知道的最晚的 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和分析师们去有交流的话 你可以指定分析师帮你去做一些私人的私人定制 然后不限次数的 还有很多其他的服务 让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拨打我们的电话 然后和我们的客户代表去的联系 行 当时我先洗一洗 行 然后我也是 这个具体的内容 我还不知道 这个名字呢 听说了 那么也是一个好像 那种贵宾级的VIP服务那种感觉 实际上我觉得你的形象更好 更贴切一些 哈哈哈 我这得讲讲 哈哈 不知道咱们这个 呃 会员朋友们哈 这个还有博士会员的朋友 可以呢 这个 提会 提会啊 因为我们首先第一点呢 还是 呃 做咱们 猪根投资王的啊 这个 十盘VIP直播 我觉得这一点 对于我们 广大的客户 尤其是我们在盘中 嗯 讲每个老师 可能有一定的时间 会讲一些 自己的交 交易体会啊 或者说交易的 这个 呃 想法 特色啊 所以说呢 我们盘中可能会有 类似于讲课的这种 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们会员帮助很大 这个至尊会员更好的是就是你可以私下 嗯 盘后的时候也可以和老师私人定制 哦 更好在这个地方 就是更进一步 就是给点密发之类的东西 哈哈哈哈 嗯 当然意思是差不多吧 可能说 呃 就像这个 咱们上学士的 上大学的时候可能 教授站那儿 哇 大礼堂一座上 上百人在那听课 对吧 等到那个博士生导师的时候 可能就三五个学生的 老师在那带学上 可能是这么一种区别吧 嗯 具体就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我觉得可能 嗯 现在对咱们VIP会员可能是说 哦 我的交易是怎么个思路如何如何 是一个主观的啊 第一人称的这么一种 这么一种角度 如果说VIP的话呢 可能会是那种 哦 你这笔交易可能出现问题在哪 你觉得 我觉得你应该注意什么什么 可能是另外一种角度啊 嗯 所以说呢 希望大家呢 继续关注我们的中文投资网 石盘VIP直播啊 也欢迎大家呢 呃 这个 这个有没有体验版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是吧 后来我们再确认一下 如果有体验版的话 大家也可以提 体会啊 体会 我觉得应该是这么一种改变 改变角色的这么一种方式吧 啊 怎么样 黄金原油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想法呢 我最近不看 刚才大盘 特朗普来那么一下 黄金也没起来 对对对对 黄金距离了1280太近了啊 啊 那个表现并不是特别的抢眼 嗯 所以说呢 看我们石盘的VIP吧 啊 这个柯格拉 每个老师的喊单 风格也都完全不一样 你看 威尔老师今天就特别稳 嗯 基本上没有什么波动 对对对 大盘跟他没没没什么关系 那种感觉 他有对冲仓 大盘一下跌的话 他仓一下把自己盈利全 那个亏损全部挽回来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每个老师都有到目前 就无论老师的 现在美股推出富豪 他的股票和大盘也没有关系 也没有关系 也没有关系 行 那咱们今天的这个美股富豪就到这 啊 谢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ChineseFN.com 中文投资网一个赚钱的网站